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場議程 那接下來的這個主題是 選Jungle的Validator不好用 不如自幹一個 那由我們的Killik郭來為我們主講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歡迎講者 那個大家好,我是Killik 那這是我今天的講題 選Jungle的Validator不夠好用 不然我們就來自幹一個吧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關於我呢 現在已經工作大概10多年了 我最早的時候是在Cyberlink 最左邊這個 做Multimedia相關的 軟體公司 那那個時候 在裡面大概6年多 主要 後半期都是在做這個 Photodirector的 的開發 那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相片的 調整 程式 就跟Adobe 的Lightroom一樣 不太不太像Photoshop 雖然說後期已經開始變 變得有點像Photoshop功能 不過 一開始是主打像Lightroom一樣 做了幾年 後來去了 Montzilla 台灣 去做Firefox OS 跟Panasonic一起合作 他們的Smart TV 對可以看得到 Smart TV 再來就是 做了一些browser的功能 然後 2018年的時候 Montzilla 台灣 台北這邊做了一個 大裁員 一堆狐狸被砍死了 所以 我們就 試散到各個公司 我們進入到一間 叫EMQ的Startup 那這Startup主要就是做跨境匯款 那我在應該兩年前吧 也有 我們也有 我們那個EMQ也有來參加擺攤 派康的擺攤 然後 應該也有上Job Fair 然後有讓大家了解一下 東南亞的移工 非到其他國家 他們要匯錢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賺的錢 要匯回到自己的家鄉 是 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EMQ就在做這件事情 幫他把 把最後一里路補起來 那在這裡面我主要就是學習到了 Earlene的這個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 去年 我加入了GoFrey 到了另外一間新創 那 看到GoFrey這個icon 跟下面的那張空照圖 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一點 回憶就是 長次輪在蘇伊斯運河篩船的那個時候 造成全球貨運的 一個 大混亂 那GoFrey在做什麼 GoFrey本身就是一個做 貨物代理商的後台系統 那 什麼是後台系統 就像iChef他們做的是 餐飲業的後台系統 比喻啦 比喻 那GoFrey要做的就是 貨物代理商的後台系統 那貨物代理商是什麼 貨物代理商 就像是貨物的 那個旅行社 人想要出國 你會透過旅行社 帶訂機票 帶訂 旅館 帶訂 那個交通 那貨物代理商 就是貨物的這個旅行社 幫你進出口商的貨物 訂 船票 訂機票 訂機櫃 或是訂他的交通工具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持續有在找人 然後大家歡迎可以上 Uretter看一下我們職缺 OK 進入今天的Outline Outline大概就分三大 三大階段 第一個就是我先 簡單介紹一下 Jungle的Validator 那 Validator的概念 其實不見得是 只有Jungle才有 所以 這裡會有一個比較 就是 大的概念 然後讓 不熟悉Jungle的人 也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 基礎之質這樣子 然後 第二部分 就是說 那 如果我要用 Jungle的Validator的話 我會遇到自己 我自己會遇到 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我看到了 什麼樣子的問題 有一些問題 把它列出來 那 最後就是介紹 我們 想要解決上面的問題 所以做了一個 Package 它叫做 Data Stack 的Validator 簡稱叫 DSV 好 大家注意到 Outline上面 其實有一點 小問題 這個就是很有可能你在做任何 寫程式的時候 跨API 你傳遞參數 你希望做到的一些驗證 我希望對方不要傳一些這種奇怪的亂碼字給我 那你會做一個Validate 好 那 先 大家不囉嗦 直接看code 太硬了 這個部分呢 是Jungle的Validator的Sourcecode 那其實不長 就是這樣一段 那大家如果看不清楚 可能zoom in 稍微可以看一下 那我會大概勾訴一次 我不會一行一行 組行的解釋 那 所謂的Validator 它主要就是一段 一段程式碼 它用來檢查你 那個 程式邏輯裡面的資料 它的有效性 以及說你 巨法的正確性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Jungle的開發者 你基於Jungle這個framework 你的project 就是基於這個東西 你一開始會怎麼做 你或許就會 先 複寫 複寫Jungle提供的這個 Base Validator Class 先複寫起來 然後呢 開始去 因為它裡面會傳遞 你可以在 建立的時候 定義一些你想要這個Validator 如果它驗證成功失敗之後 產生什麼訊息 那給它 並且指定它 說你要Validate的 限制的 數值是多少 然後再來就是你必須要去實 做一個clean method 這個clean method就是 當你今天要進行驗證的時候 你會把 你Pase出來的值 怎麼樣Pase出那個值 先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清理 清理完之後 你要再去實作另外一個比較的方法 比較的函式 那這裡面就會去比較說 你清理出來的值 跟你 你這個Validator 想要 驗證的值 是不是一致 如果是一致 就 Pase 如果不是一致你就 raise一個exception 所以 一旦 你的Validator 被呼叫的時候 他就會 先將 你Pase出來的值 先做一次clean 然後再拿去跟你的 Limited value 做compare 然後成功就沒問題 失敗了就 raiseException 所以 簡單的就介紹一下 JungleValidator的做法 跟它 必要 複寫的一些 method 那 Jungle本身提供了哪些 Building的Validator 這邊就在它的 Source Code裡面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這10個class 那 前面三個呢 Regular Expression的Validator Email跟URL的Validator 主要就是 基本上它是基於 正規表示式 它就是寫 定義了這三個class 裡面就是寫一個正規表示式的 那個表示式在裡面 那 實際上Validator的時候就去 run這個 Regular Expression的search 或是match 然後 45678呢 它主要是著重在就是 值 本身的驗證 譬如說 你現在丟進來這個值 有沒有超過一個最大值 你可以對 MaxValue 譬如說MaxValue是100 那我接下來 Parse出來的這個任何一個 Variable 它的Value 假設是101 你丟進去這個Validator 它就會出錯 這邊就是Value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個是Decimal的部分 那最後有一個就是 你Value 你Parse的Value必須在一定的Range範圍內 就這10個 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那個Jungle的那個文件檔 這個Validator的使用情境大概長什麼樣子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說現在我在這裡有一段程式 我簡單的在中間的部分寫了一個 去驗證說 現在傳見到的Value是不是一個偶數 的這個function 然後 實際上在Jungle內部你要怎麼用它呢 你可能會把 你可能會定義的兩種東西 一個是Model 所謂的Model就是在Jungle裡面 它會Mapping到一個Database Table上 的一個物件 就是某一個Table 它的值 它會在Python level把它建出一個物件 那裡面的每一個attribute就是一個 Table裡面的每一個column 所以你現在有一個叫even的field 然後它是一個整數值 然後你給它說你的Validator必須要是偶數 那或是說你定義了一個叫做phone的物件 那它一樣有這個欄位 那一樣也是偶數 好 那Jungle的這種使用情境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就是 第一個問題是 你今天的Validator的這個邏輯 它必須要跟 被綁定在一個 Model的欄位上面 或是phone的一個欄位上面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用這兩個class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程式碼的任何地方 去呼叫這個Validate even 這個function 但是通常在Jungle的framework底下 你不會把這個東西變成主流 你一定會用下面這兩種方式 好 這是它的使用情境 所以 這邊就做了一些細部的描述 就是你要嘛就是一個 寫一個pure function 然後去Validate一個物件 然後你什麼時候會去apply這個Validator 你在這兩種model fill 或是phone fill裡面才會用到 或是任何你把value 截取出來之後要驗證的地方就可以使用 那它會產生什麼樣子的問題 對我來說 產生什麼樣子的問題 第一個 我覺得Jungle本身提供的內建的這些types 太少了 就是例如說今天我想要單純的驗證 一個傳進來的值 它是不是不靈值 是不是整數 是不是浮點數 或是自傳 或是list 或是num 甚至是num 這種東西 第一個現在基本的Jungle本沒有 第二個是 就是我如果想要驗證這個傳進來的物件 參數裡面的這個不管是一個欄位置 或是一個物件 它是一個uid object 或是一個json object 甚至是一個date time 或者是我們自己寫的custom class 的物件 我有辦法做嗎 我現在也沒有提供 Jungle的內建是沒有的 第三個就是 當我今天想要驗證 某一組資料 它的 所謂的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 例如說我傳進 我有一個class 叫做myphone 這個datastructure 它有 A欄位 B欄位 C欄位 D欄位 他們都是integer沒有錯 可是我今天想要 設計一個規則就是 你今天傳進myphone這個物件的時候 如果你A存在 A欄位存在 BC 如果BC缺席的狀態底下 我A一定要存在 或是說我BC B跟C 兩者必須要同時出現 不然就同時不在 D就是像我D這樣 我D 只要ABC 其中一個人有出現 我D就可以存在 就是一個 sibling 平行關係的這些欄位 有沒有辦法也可以做一個validate 這是我想要的 可是Jungle現在是沒有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Jungle的validator 他某種程度上 跟framework就是綁定的 那 我在這邊我寫了一個validate function 我就必須要去用 mymodel 來 寫一個mymodel class 然後裡面 定的這個 這個欄位 才可以去套這個validate function 或是根據 phone 這個object 那 你會發現說他其實 你要用到這些class 你就要先從Jungle import 他的 這些定義 那如果你的project 本身不是基於Jungle framework的project 那你就要再把它PIP install進來 那 這個 package size 你現在google一下 很棒 8.9 沒 說大也不大 說小也不小 那就 其實有一點多 第二個是 dependent on framework 他怎麼運作 這邊 我們定義了一個validator 然後是用phone的方式去處理它 這個phone 我右邊有一段程式碼 就是我現在定義了這個phone之後 我 建立了這個phone 然後把 參數 帶進去 OK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validator就會起作用 Jungle的validator 就會幫你 幫你去做驗證 所以你呼叫這個f its valid的時候 他告訴你 這不有效 這是 有問題的 你去呼叫他的.error 你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錯誤 但是如果你像下面這個方式 你先把myphone 建立出來 然後你用attributeassign的方式 把5 assign過去 之後你去呼叫他的error 沒有任何的錯誤 雖然說你呼叫他的 也是false 可是你還是看不到他的error 這就是如果我不是一個對Jungle熟悉的人 我真的不懂 這在幹嘛 我會覺得有點恐怖 我要先了解他實際上運作方式 沒有那麼直覺 我才能去熟知他 那你今天換到一間新公司 不是用Jungle 你就 完蛋 要重新學習 第二個 剛剛是phone的部分 現在是model的部分 那一樣 我在程式碼裡面 我宣告了一個 這個model物件 然後給他 even fill的欄位置 是5 這個時候 我create出來 他真的可以在database 裡面產生了一條紀錄 而且那個紀錄 欄位置裡面就是5 可是我明明希望它是偶數 那這件事情 真的有點恐怖 沒有任何錯誤跳出來 那只有在發生什麼事情才有錯誤 當你呼叫了這個物件 這個object my model m 的full clean 或是你呼叫它的clean fill 的時候 它才會跳出exception 告訴你 7並不是一個偶數 第三個問題 有各種各樣的 就是 這個validator它存在了各種不同的職責 Djungle 這一段文字是從Djungle的document上 貼下來的 就是說Djungle本身要去handle那個phone 這個class 它裡面分了三階段 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你準備 把你要重構的資料 或是你準備的 這部分的資料把它準備好 然後交付給render 去rend出一個phone 然後第二個就是把這些資料 建立出一個html的phone 因為要讓前端的browser 去render 所以你會先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把這些資料 塞到phoneobject內部 然後 處理完之後 把它return到 送給可能GinjarTemplate 把它render出來 那最後就是 或是你從前端 收到一個phoneobject 你要把它轉型成 Python object 你會就 在這上面去處理 那第一個是這樣就會讓 Phone這個class Djungle的Phone Djungle的Phone 或是你寫出來這個買Phone 跟frontend 會有 關聯 他們的 一個欄位關聯 或是使用上 習慣上就會 想法上 你會覺得 他們是連結的 我後端給的欄位置 前端就一定會在那個地方出現這個欄位置 那如果我只是想要在純粹方圈跟方圈之間去驗證這些參數呢 我不想要透過建立一個phone的這個object 可以做到嗎 然後這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就是 這個詞 這個詞啊 在現代來說 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有點不合時宜的 因為 我很多前端的運用現在開始不是用 phone 這個html 我就是前端一個 不管是各種frontend framework 我就帶一包 Data過來 一包Payload過來 不管你是 就是 Re-Air啊 或是 Angler反正就是一包Payload到後端 它不是用 phone這個東西去封裝 那你就要在後端去用 phone把它重塑起來 對我來說有點不太合適 這個名詞 那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可能看過這段call 可能看過這種call 就是你有一個function 然後傳遞了好幾個參數進來 然後你在內部裡面可能又有其他的function 比如說第一個 CreateData1 ProcessParameter2 把Parameter1 Parameter2丟進去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 這些問題是說 你這個function把參數丟進去之後 它可能會製造出新的物件 或是 對原來的這些參數產生一些side effect 那這樣子你就會在你的程式碼變成說 它不夠robust 然後最後這一段就是說 好我們 驗證完了所有資料 把它準備成一個finaldata 然後我要把它寫進database的時候 我透過jungle rest framework裡面這個model serializer 把資料丟進去 它產生一個叫做severalizer的東西 我還要自己去呼叫 is valid 它才會告訴我 你的資料哪裡有錯 它會punexception 而且這punexception 你還必須要自己指定 等於true的時候它才會丟 不然的話default是false 然後它就會很順 如果你沒有指定 它不丟例外 它就直接很順利的存進去了 哇恐怖啊 對我來說我覺得恐怖啦 可能其他人覺得不會 但我就覺得 你傳進來的參數 已經經過很多邏輯處理了 甚至可能造成你業務邏輯上面一些操作 然後你最後才把它 再寫進database前 才去做 才去做驗證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其實有點恐怖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你可能看過這種call 我一樣我宣告一個叫do something的 我把參數傳進來 那do something裡面這個parameter 其實有一些值是你需要有的 你在後面要操作的時候你會需要 所以第一個你會先把它拿出來 就像這樣 你不確定 你想要的key 的value在不在 所以你都會去用一個比較保守的方法 去獲取它 例如說getA 這個key 它的value 看存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我給它一個預設值是0 那b一樣給它一個list c給它一個num 或是不寫 現在default就是num 然後 你得到這些值之後 不管因為你不確定 所以你總是要 放一個default值在後面 然後再來 你就要開始做 起手勢 第二階段 就是開始一個一個驗證 我必須要確定 我的value 是integer 他如果不等於integer的話 我就 丟exception 下面就一連串的檢查 檢查完到最後 最後 我終於可以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這就是比較跟你的商業邏輯有關的地方 這是你可能在你現在的程式碼裡面有看到這種口 或是在某些地方看到這種口 我想要做的就是 我不想要有前面剛剛講的一些問題 那我希望產生 我現在要有個package有更多更彈性的validated type 然後我可以減少 剛剛的那種 很乏味的那種validation的codesnip 然後再來就是我不只可以驗證request Htp-looker傳進來的參數不管是在parameter query parameter上或是body上 甚至是任何參數都行 也就是跨function 直接function對function pure python code 他可以去驗證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寫法可以很容易就變成API document 那我今天任何一個function 我定義好我要validate的參數的格式 他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一個function的document 我吃什麼 input是什麼 output output是什麼你可以另外做 但input是什麼 就很明顯很清楚 那最後一個是我希望能夠不要任何framework dependency 那我們介紹一下data stack validator 大家已經在這幾個月很熟悉拿起手機掃qrcode這個動作了 所以 你們可以拿起手機掃一下qrcode 你就可以直接導到那個githubrepo 或是說你直接在pip上install這個東西 那上面這個部分 第一行 他就是完全純粹的python的validator 那如果你想要 用 把 這件的功能呢 更容易的在jungle上面使用 尤其就是透過decorator的方式把它decorate在 jungle的view的method上 你可以在install下面這個dependency 那這裡面有哪些功能 第一個是我主要定義的一些叫做 check 的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一段 是一個字串 他有很多類型 這個類型主要就是 他一次只驗證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如果是驗證 我要去checkint 這個欄位就必須單純就只是int integer就好 我不想要有太多的邏輯是混在一起的 例如說我integer又要大於10 不要這樣子 你可以透過不同的check的組合 例如說把他all all起來 就是一起 集合起來 那第二個就是 你要驗證一個參數 這個參數的資料結構 它可以是nested的 就是一個dictionary 裡面有一個key 後面又帶另外一個dictionary 那這dictionary內部又有 可能list 或是其他東西 你可以有這樣子的資料結構 那你要怎麼驗證這個東西 你可以定義一個spec class 然後透過這兩個type去做 就nested的操作 那再來就是你有另外幾種type check type 可以用來驗證sibling的field 例如說是不是有其他key存在 或是說我跟其他key必須要一起都存在 第四個是說你可以自己定義自己的custom的check跟validator 裡面就有你自己想要處理的商業邏輯 第五個是你可以透過 這個decorator的方式去支援jungle 跟drf的view 那你甚至可以去驗證你的request header裡面 meta的部分 這個meta裡面有沒有含有某一種key 那這個key它叫是什麼值 你都可以操作 那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它的use case 剩下的就在report上面 第一個是假設你有 一個data長得像這樣 就是一個dictionary 一個childdictionary 裡面有幾個key 然後後面有一些value 然後你又有一個parent的data 那它有另外一個key跟value 可是它裡面有個child的key 它後面就是裡面藏了一個list 然後裡面就是好幾組child的data 那我要怎麼去validate這一組資料結構 我就寫一個所謂的spec class 就是你的spec 一樣定義了一個parent的spec 跟一個child的spec 然後你就把它的栏位key 也寫出來 這部分就有點像jungle的model fill 或是phone fill的寫法 只是說你不用基於任何的base class 你就是個pure python object 然後你像這樣如果我想要驗證 parent的例子來說 我想要驗證parent的第一個參數 digit stream 這個欄位 它的值一定要是一個字串 而且 是可以轉成數字形式的字串 所以我就設定一個叫做digit stream的check 告訴他 我後面還定義了比較optional等於true的 這個keyword的意思就是 我今天 丟了一個參數進這個function 我要去validate 可是我這個參數 這個dictionary 我的f底線digit stream 這個key可能不存在 它不一定會有的 它可能可有可無 所以它如果不存在 這個check還是要讓它能夠通過 但是如果它存在 這個key存在 它的value就必須一定要是個數字的字串 OK 這裡面就有目前現在整個module package裡面 擁有的那種check type 大家有興趣可以 匯後自己一個一個看 看看這邊的使用 我覺得就算蠻多元的 然後 你要nexted的方式就是例如說我這裡有個child 它其實又是另外一個資料結構 我可以透過這個list of 然後在extra裡面去定義list of 是一種 另外一種spec 然後再告訴它spec 是什麼樣子的spec 它其實有點像一個一個chain的概念 就是把想要做的事情 跟對應的意義 一路的往後chain 那底下會有一個passer 會去pass這件事情 那你如果 不要 如果想要在你的程式碼裡面 例如說一個function的內部 去驗證 傳進來的參數 合不合你定義的這個規範 你就直接呼叫這個function 那它如果沒問題 它就會return true 那它如果有問題就像這樣 我把digit stream 變成是一個 整數 那它去驗證的時候 它就會raise 一個exception 那至於exception 有拿著一種type 現在有四種 一個是value type error 一個是value error type error runtime error 跟permission error 你可以看sauce code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如果不想要有exception 你可以再給它一個keyword 叫no throw 那它只會return true或false 所以本質上這個方形 就是回傳 true或false 然後 再來就是跟jungle的整合 如果你今天想要是在jungle view上面 任何人打一個request進來 你需要能夠 很快速的就驗證 它的參數合不合歸 而不要讓 這些參數跑進去你的view的邏輯 或是service邏輯 去影響到你的商業邏輯 你可以就在 function前面加上一個decorator 然後它就會去pass這個request 裡面 不管它是wsgi的request 或是rest framework 裡面的request 它就會pass裡面的parameter 或是body 然後去幫你做驗證 然後最後你可以自己支援 你自己想要的custom check 也就是說 我今天package裡面沒有提供 例如說 我今天程式碼裡面 我想要 我想要有一個叫做檢查 數值大於 某個數值的 這個validator 我就實做了validator之後 裡面就是去檢查 我傳進來的value大於某個quiteria 這個quiteria是你從外面帶進來的extra data 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除了一開始在程式碼註冊 把它註冊進去package之後 你實際上在 程式碼的地方 你就直接像這樣的方式 11帶進去 因為它大於10 所以沒有問題 9帶進去 是 小於10 所以它會raise exception 好 那這大概就是整個package的 概念 那我希望如果大家對程式碼或是它的實作有興趣可以直接在github上面 pr上面 發問題 或在上面討論 如果大家有問題我們可以在slido上面看一下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就直接進行問答了 請問是否能跟drf的viewset使用 我其實沒有用過viewset 所以我不太確定viewset它 它是不是繼承view apiview 那如果是的話那應該都沒有問題 如果不是或是說我等一下會後應該會自行去看一下viewset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或許會在hackmd上面 把這個問題的答案再補上去 歡迎大家去幫我們的repo按讚 不用按讚訂閱加分享 點星星就可以了